大家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在2022年的第一部影片中 绿眼睛没有为大家带来 John Cena, Randy O, Undertaker 还是Stonecore的故事 而是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希望全世界能尽快摆脱疫情 大家能够回复正常生活 好,除了祝福大家能够幸福快乐以外 在这里眼睛兄也要感谢 各位帅迷对绿眼睛频道的支持 以及包容眼睛兄那不专业的解说 其实绿眼睛频道和摔跤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巧合 或者可以说是阴差阳错 因为一开始眼睛兄并没有打算把这个频道 变成一个不专业的摔跤频道 而只是想分享一些鬼故事 或者是世界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就在眼睛兄做到第十部影片 对,就是WWE五位史上最美丽女选手的时候 当然这部影片有人欢喜有人愁 因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并没有出现 好,就在这部影片之后 绿眼睛才慢慢的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关于摔跤的频道 然后就到了WWE传奇 巨石强身成功之路这部影片后 绿眼睛也开始了对一些过去的摔跤巨星 制作了一些专属的影片 接着眼睛兄就发现 要从一部影片中 讲述一位摔跤选手的职业生涯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重要事迹都会被跳过 而也就是到了Shan Michael的故事后 看见了很多观众的留言与建议后 眼睛兄制作了续集 虽然如此 却还是无法将Shan Michael的故事做得完整 而直到了最强悍光头冷时的故事推出后 眼睛兄就开始了对选手职业生涯的长篇大论 最可怕的是 John Cena的故事竟然做到了超过60集 这是眼睛兄从没有想过的 而最可贵的是 还可以和这么多的摔跤迷进行交流 当然还要感谢小助理 小李帮助回复留言 真的是非常感激 因为所有的制作都是眼睛兄一个人完成 所以时间有限 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复大家的留言 而立眼睛为什么会选择解说这些过去的摔跤巨星 而不是现任的选手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现在的WWE 立眼睛都很少去关注 或者是懒得去看 对 至于是什么原因 我想不用立眼睛说 很多老摔迷都能了解 就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那时候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 只要是男的 大多数都会喜欢看摔跤 原因很简单 当时的科技不发达 就连有线电视都还没有出现 更别说是网记网络 所以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 收看国营电视所播放的免费摔跤节目 于是当时的WWF也成为了我们最喜欢的体育节目 霍霍根 巨人安德烈 终极战士 都成为了我们的偶像 而且当时的摔跤选手的角色都非常的鲜明 出场的装扮都非常的讲究 当然很多不看摔跤的人会问 摔跤都是有故事情节的 都是打假的 冠军都已经安排好了 有什么好看 而绿眼睛只能说 摔跤有故事情节 难道电视连续剧就没有吗 而且摔跤选手在场上的表演没得重来 一旦失误 可能就会付出失去生命的代价 虽然谁拿下冠军都已经安排好了 但比赛还没有结束之前 你知道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吗 除非你就是老麦 如果你觉得他们都是打假的 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动作 当然眼镜兄并不鼓励 因为很大可能会受伤 其实很简单 眼镜兄就是英文烂 才会做中文摔跤节目嘛 不然你以为呢 其实很多和眼镜兄一样 英文不好的朋友都喜欢看摔跤 可是很多时候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恩怨 所以就这样半懂不懂的一直看 只要好人最后可以打败坏人就可以了 所以绿眼睛就希望 尽可能把完整的故事情节带给大家 顺便也让大家可以怀念一下过去的WWF时代 还有每次都把选手的名字乱乱读 没办法在妈妈当看摔跤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而且在我的国家我们还需要学习我们的国语 也就是马来语 所以有时会把这些ABCD读成了马来语发音 但没关系 因为这就是绿眼镜公道 如果有一天眼镜兄突然英文变得很标准 你可能要怀疑 钢铁人面具里的眼镜兄是不是换了另一个人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在影片结束前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